好伙伴们注意看 超人强和他的搭档魔鬼蛋非常嚣张 但是他们有一个弱点 就是害怕猪猪侠的超级棒棒糖 当猪猪侠举起超级棒棒糖 就可以把魔鬼蛋和超人强直接打飞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超人强和魔鬼蛋的弱点 只有一个就是害怕超级棒棒糖 错 大错特错 其实超人强和魔鬼蛋 他们还有第二个弱点 你们难道不好奇超人强和魔鬼蛋 除了害怕超级棒棒糖以外 害怕的第二个道具究竟是什么吗 众所周知 超超人强和猪猪侠来到了弹仔岛 他们每天都站在喷泉的正前方 如果你在弹仔岛中 也见过超人强和猪猪侠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 当超人强在弹仔岛受到弹仔的暴揍以后 和他提起跳舞的搭档魔鬼蛋 是不会出现的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弹仔大神才能关注 我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超人强和魔鬼蛋 除了害怕猪猪侠的超级棒棒糖以外 他们的第二个弱点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和学姐在弹仔岛 找到了猪猪侠的第二件武器 这个武器比超级棒棒糖更厉害 名字叫做开天宝剑 而这个锋利的开天宝剑猪猪侠 经常把它背在自己的背后 所以很显然 超人强和魔鬼蛋它们 共计有两个弱点 第一个弱点 就是害怕猪猪侠的超级棒棒糖 而第二个弱点 就是害怕猪猪侠的武器 开天宝剑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